这是我们讲的重点 我今天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股肿瘤和肿瘤病变里面的其他那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比较杂小碎 但是诊断上难度还是不小的 因为这面诊很多病变有它的相似之处 所以今天介绍的内容先给大家讲到这个 我们说在股肿瘤里面起源的来讲 它有股组织还有非股组织 其中还有一个我给大家介绍 大家还记得吧 叫显微组织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显微组织起源的肿瘤 因为我们前天给大家介绍成骨组织的了 成软骨类的肿瘤的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造学组织起源的肿瘤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显微组织起源的肿瘤 那么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叫显微性的骨皮子缺水 大家把这个名字记一下 显微性骨皮子缺水 现在它又成为一种骨干的干过端的一种显微性的缺水 它是一种非肿瘤性的显微性的病变 大家就因为我们给大家讲 肿瘤或肿瘤要病变 那么这个是一种非肿瘤性的显微组织病变 那么它是在儿童发育期的一种正常的变异 多半能够自行的消失 所以这个病变的话一旦诊断认识它吃了之后 你不要过多的去干预的 比如有些又穿吃又这个那个的白折腾一下 因为你一旦确诊这个病变之后 它儿童随着生长发育以后 它自己会愈合的 所以这个是要给大家的 你看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概念和病理上 局部的骨化障碍 显微组织增生或者是骨膜下的显微组织 侵入到了骨皮子内所致 另外一个我现在画了横线这个 大家要记住这个 所以因为它有别于其他的病变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什么呢 缺损区主要位于骨皮子内 主要位于骨皮子内 有坚韧的显微组织组织 这个是它的 那么一会儿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一些 什么非骨化性显微瘤 它呢就是从骨皮子以后 向骨髓腔内伸展 起范 发育更广泛一点 而这个呢 它只侵入骨皮子里边去 这个就叫鲜微性骨皮子缺损 所以这点大家把概念记住 所以你真的上就不至于搞错 那么它呢 主要是在小孩儿童 好发部位呢 是骨骨的远的和鲸骨的近的一个干后端 骨皮子内 一定要记住 一般的是以骨骨内侧后臂多建一些 多建一下 有的时候可以双侧对称性的出现 临床上往往没有症状 往往有的时候都是偶尔和意外检查才发现 还有这么个问题 是吧 有的时候会有它 不侵犯关节 不侵犯关节 所以它很局限 所以它这表现跟刚才大家 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病理和一些概念上来讲 大家都应该能够了解它的影像性 一个位于一侧的骨皮子内 这个大家 表现的是不窥则型的一个骨皮子的一个缺水 顾名思义嘛 题目就是这样 显微性骨皮子缺水 正位向上呈圆形或者叫椭圆形 而侧位上 尤其是我们在切线位上 这个看来是非常的有特征性的 呈半圆形的 或者称为叫水滴状的一个 半圆形或水滴状 尤其是在侧位或切线位的时候 看到这个非常典型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下 一般来讲 你等着没问题了 没问题 一般直径呢 小于两个公分 也不大 它就比较局限 也没有膨胀啊 边界清除啊 还有少许的硬化边 是吧 那这些都是良性病边的一个 很常见的真相 是吧 没有骨皮新生骨 这一点也是 这一点没有骨皮新生骨 因为它本身也是个良性 是吧 所以大家看这个 一看这个正相来讲 好 在哪位置 病边发现了没有 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有一个地方的骨皮子 确损了 是吧 它边上有一位 轻微的一个硬化边 像有点像半圆形 或者叫水滴状的一个改变 而病状呢 只局限于在皮子内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 你看这个 也看到吗 只局限于在骨皮子内的一个 半圆形的一个皮子缺水 边上有硬化边 边界非常的清楚 边界非常的清楚 你看这个也是 这个现在像水滴状的了 这个就是像水滴状的 所以这个病变是 大家一看出来之后 很有典型 大家记住几个要点 就是一个是什么 局限于在骨皮子内的一个 一个显示性的确实 边界很清楚 可以有硬化边 是吧 它的硬化 而另外一个这样 如果一旦诊断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给临床安逸 或者给家长 还有家属 介绍技术 这个可以有什么 质疑性的 你不要过度去干预它 不要去折腾它们 不要去折腾它们 所以只要见面诊断的话 大家可能因为典型的 很容易了 需要见面诊断 给大家提一下 可能有的时候 不典型的情况下 你要注意一下 肝后端的 因为小孩嘛 容易发生结核 这些情况 还有一个股样股瘤 股样股瘤 我们前天给大家介绍过 它只要有股瘤潮这些 而且疼痛 那个病病还记得吧 股样股瘤还记得吧 我给大家讲的 没忘吧 它的典型症状是什么 你给我说一下 还记得吧 能不能记得 它可以产生一种水阳酸 可以有一种炎腥介质 夜间疼痛 服用抗水阳塞类的 止痛药有效果 可以看到很小的一个小流潮 软骨瘤也是 软骨瘤我们说 它也可以发生在骨皮子里面 但多数发生在 内生软骨瘤的话 发生在骨干的水腔里面 在里头有钙花呀 这些等等 这个病变并难 大家认识一下 好 那么第二个给大家介绍叫 非骨化性纤维瘤 非骨化性纤维瘤 它呢也是一种骨的 结体组织的原型的一种 良性肿瘤 没有成骨活动 这个大家记住 一会儿我回过它给大家 叫骨化性纤维瘤 这个叫非骨化性纤维瘤 没有成骨活动 所以它叫非骨化性纤维瘤 骨骨发育成熟的时候呢 可能自行消失或者是愈合 这个也有一种自异性的倾向 是吧 它与鲜维性骨皮质缺损 有共同的发病部位和组织学表现 你看我刚才给他强调了 是吧 那么 所以说大家记住这句话 将仅限于骨皮质的病变 称之为鲜维性的骨皮质缺损 而将病肇较较大 有症状 病变膨胀松长 侵入到了骨髓腔内者 称之为什么 非骨化性纤维瘤 非骨化性纤维瘤 所以从这一点概念 大家这两者实际上 从组织上来讲和起源上来讲 包括发病部位上来讲 非常非常的想象 那所不同的就是什么呢 极限于在骨皮质里的 我们称为是 纤维性的骨皮质缺损 而比较大有症状 是吧 侵犯到了骨髓腔内的 甚至还有何必有 其他的一些病患 这种情况 我们称为叫 非骨化性纤维瘤 它没有成骨活动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要记住 所以他们在临床上 因为经常是 有的时候要概念到 搞不清的话 你就诊断上 名词 你这个结论上 下载的话就不准确 好 他也是浩化于青少年 是吧 八到二十岁 这个年龄上也都差不多 是吧 跟我们刚才介绍那个 是吧 都位于什么 四肢肠骨的杠后端 是吧 距离后板是吧 三到四个公分 是吧 三到四个公分 尤其是以骨骨啊 颈骨啊 肥骨这些东西都多见 是吧 发病缓慢 症状轻微 多为意外发现 对 可能是因为小孩受伤啊 或者其他的原因 来做个检查发现的 是吧 它的分为 皮脂型和随腔型 所谓皮脂型 并正是位于一侧的皮脂内 或皮脂下 这个就跟我们刚才那个 显微性骨皮脂确诊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位于 长骨的干后端或者是骨端 这种是另外一种类型的 嗯 那么它的一个特点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是吧 骨内呈单方或多方 囊状的一个透光区 低密度 因为它是个显微组织 刚才已经见到上 显微组织 而且没有成骨活动的 大家可以应该想象 它干净什么样 是个低密度的 是吧 位于随腔侧 有明显的硬化边 侵犯随腔 大部分或全部 骨皮脂膨胀性变薄 或者是中断 没有骨毛新生骨 以及没有原子肿块 它只集成于股内的 它不会在股外形成原子肿块 也有我们讲到 其他的肿瘤 尤其是那些恶性肿瘤 它往往生长到一定程度怎么样 穿泡了骨皮脂 像骨外原子的内生长 所以形成一个原子肿块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呢 会侵犯到骨膜 把骨膜提醒起来 会造成骨膜新生骨 或者叫骨膜反应 而这些良性病变 它侵犯于在骨组织里面去 所以它不会在外面形成这些 好 增强少妙 并倒没有什么强化 这个特点 你看 跟我们刚才看的 是不是很像啊 是吧 很像 这只是一个什么 范围上呢 比那个更大一些 是吧 分大一点 而且它不仅极限在骨髓腔 骨皮子里面 像骨髓腔内生长 有一个硬化边 边界还是比较清楚的 是吧 这个 如果从这个配件上 大家可能会要注意到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以前给大家讲的 那个叫 内生远古流 大家注意一下 是吧 如果从单纯 从这一个图像上来讲 就是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上来讲 单纯看这张图像要注意 内生远古流 但是一旦 这么一片上看 它什么 偏于一侧的一个什么 骨皮子增长的 而我们说内生远古流 是发生在什么 随腔内的 骨内的 是吧 这两点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 血液性的肺骨化性 血液流之后 你造成了病理性骨折 它也是 这个病状发现就非常大 非常大了 是吧 它已经侵犯到了骨髓腔里面 把骨干都破坏了 所以造成一个病理性的骨折 是吧 它病状整个是在这个 病状 边界很清楚 边界清楚 那么这个就是愈合以后了 肺骨化性骨折流 因为它我刚才也说了 它随着风生的 发育成熟以后呢 它慢慢慢慢可以有一种 叫自愈性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发现没有什么 其他的症状的话 可以不去管它 可以不去管 如果病状很小 或没什么其他症状 当然像刚才那个 已经发生了病理性骨折 那肯定要处理一下 是吧 有的时候就要把它刮出去 刮出来以后 做一个止骨啊 进行处理一下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症状的话 可以不去动它 是吧 你看它自愈愈合了 就没有色 所以这个就是说 那么它要在 见面症状上的话呢 就是一个要注意 跟骨氧骨瘤的见面 刚才也提到过 因为骨氧骨瘤的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还有强调的 它就是发生在什么 骨皮脂的 肝后端的骨皮脂里边 是吧 多数是这样 而且它会形成明显的 什么 反应性的增生硬化 反应性的增生硬化 但它特征就是什么 可以看到一个流潮 但流潮就是说 癌症片上 不太好发现 不太好发现 还有就是说 骨骑气泡流 因为它发生在 这个骨骑气泡流 刚才能来讲 因为它也是个低密度的 没有干化 没有骨化的 它很重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年龄形成 而骨骑气泡流 我给大家讲过 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一定要记住一个特点 是吧 发生在 骨后 愈合以后的 干后端 关节面下 膨胀性 偏心性 招泡性 三个特征 是吧 而且它没有硬化边 没有硬化边 所以这个给大家 是骨骑气泡的特征 所以每一个病变的特征 你们一定要抓住 好 强性骨皮子确实 刚才我给你讲 其实它们两个之间 有粉都很相似的地方 唯一的不同的是 在哪呢 一个是什么 局限在骨皮子 一个是什么 起翻到血腔里 一个是有症状 一个没症状 是吧 OK 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吧 好 第三个 叫骨化性鲜维瘤 那大家老实说 你这个是不是拿这些名词来讲 一会儿这个 一会儿那个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个跟刚才那个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多了一个什么 骨化 那个是非骨化 这个叫骨化 好 所以从它的 从我们先把这个 名词概念搞清楚 是吧 骨化性鲜维瘤 也是有鲜维组织的 但是呢 它除了鲜维组织以外 还多了一个什么 骨组织 所以它叫骨化性鲜维瘤 而那个是没有 成骨成根在里的 没有成骨的 所以它叫非骨化性的 所以这个是有骨组织 在里边的 所以它就叫骨化性鲜维瘤 也是一个良性肿瘤 浩华年龄 比那个稍微大一点 我们说前面那两个 都是在什么 青少年 是吧 那么这个就二十到三十年龄 要比那个要偏大一些 偏大一些 可以发生在 颅面骨 也可以建议肠骨 生长缓慢 症状轻微 病造的特点呢 位于随腔内 而我们刚才那个呢 以皮子为主的 以皮子为主的 具有像骨 即线维组织 双向发展的一个特征 这只是它 从它的组织学上来讲 是一种有双向发展 据说既可以发展成骨组织 也可以发展成显微组织 所以它里边就可以 有显微组织 也有骨组织在里边 所以 既有显微组织的 既有显微组织的流性增生 又有瘤骨的形成 所以它叫 骨化性显微瘤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它的表现要致密 显微组织中 散在有数量不等的骨组织 就是在病造的 种瘤组织里边 一定含有数量不等的骨组织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征 这个是它 从解剖 从组织学上来讲 大家也能够把它分清楚 你看 如果单纯从影像学形态上 有的时候不太好 如果从前几句话一介绍 可能跟大家 要学习认真注意一点的话 可能跟我刚才介绍的 那个差不多 你看 单房或者是多房 一个低密的区域 形态不规则 骨皮子缺损 有轻度的膨胀性改变 内有骨化程度不一 密度不均匀的高密度影 代表着什么 骨组织 是吧 骨化程度不一 密度不均匀的 叫高密度影 骨组织 可有骨性间隔 和低密度的南边区 周围有明显的硬化边 没有骨面形成骨 没有骨面形成骨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它既可以发展成骨组织 也可以发展鲜织织织织织 所以我们看到的 以骨组织为组的 密度就高一点 如果是以鲜织织为组的 密度就低一点 但是里面可以看到 钙化和骨化成在 所以在这个时候说 骨化型鲜织织织织织织织 所以發便部位上兩者之間還是有一定的不同 有一定的不同 好 那麼這是齒孤症的表現 也可以看到病道在那邊 邊界很清楚 邊界很清楚 它是良性病變 所以不會侵犯到骨外 也不會引起原主肢腫塊 看不到骨膜反應 所以在這個病道的話 我們主要的就是說 無小於異常增生症 我剛才說 它容易發生在什麼位置 盧面骨 如果一定發生在盧棍面骨的話 你主要跟一個種病變叫 骨血和異常增生症間間別 那個病變也容易發生在盧面骨 回頭我會給大家介紹 還有非骨化現腺微瘤 我們反過兩者之間的一個 是吧 見面上的一個要點 兩秒之間去 因為它們之間還存在著明顯的不一樣 好 那麼我們重點給大家介紹一個叫 鮮微肉瘤 由於組織起源來講 這是惡性腫瘤 總是要引起我們的重視的 是吧 那麼鮮微肉瘤 我們大家注意看 它現在把這個概念和名詞能清楚 也是起源於什麼 骨的鮮微接替組織的一種 惡性腫瘤 臨床上相對的要少見一些 因為我們給大家介紹 我記得我在骨腫瘤裡 介紹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什麼 最常見的骨肉瘤 是吧 第二個呢 軟骨肉瘤 所以我每次講的這個 是我重點強調的 軟骨肉瘤 這兩個是非常常見的 其實像呢 我們剛給上幾個給大家介紹什麼 骨骑氣泡瘤 也是一個比較常見的 也是比較常見的 是吧 那麼這個鮮微肉瘤呢 相對在臨床上來講 要少見的多得多 要比前幾個 我剛才給大家介紹那幾個 腫瘤要少得多 發病年齡 跟那個什麼 骨骑氣泡瘤 好像有點相像 是吧 20到40歲 也就是傾向於什麼 成人了是吧 男性多於女性 好發部位呢 四肢長骨的幹後端 或者是骨幹 那麼這一點的話 你看又有幹後端 又有骨的 發生在幹後端的是什麼腫瘤啊 骨肉瘤對吧 骨肉瘤是浩化於幹後 骨骑氣泡瘤呢 是關節面下骨端 關節面下的骨端 而發生在骨幹的是什麼腫瘤呢 我也曾經也給大家介紹過 比方說 我們常見的一種 惡性腫瘤叫什麼 柔瘤是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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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 這個 這個都是都 就在我們見面真的和神的分析思路上 都很重要的 是吧 你看 它呢 既可以發生在幹後端 也可以發生在骨關 也可以看 骨骨的下端 骨骨的上端 這我剛才 我記得我一上課的時候 給大家強調了 也就是什麼 膝關節的周圍 是個多視之秋 耗發之地 也可以見得少見的 什麼 顱骨啊 脊椎啊 骨盆 都可以 臨床症狀 一般的惡性腫瘤一樣的 疼痛啊 腫瘡的 可以有病理性骨折 可以有圓組織包塊 這都惡性腫瘤的特徵 沒什麼特異意見 好 我們給這個 大家了解一下 腫瘤呢 主要是由鮮微細胞 及產生的膠原纖維構成的 也就是說它的 有纖維組織的構成 可以發生出血 壞事 囊變 惡性腫瘤都可以重新鮮 它可以分為中央型和中微型 以中央型多件 腫瘤 起自骨內膜 穿過骨皮子 形成的 影響的原子總塊 你看 我剛才講到那些 良性腫瘤的時候 反覆強的 它不會形成什麼 原子總塊 也不會引起骨瘤反應的 那麼它這種腫瘤呢 可以引起周圍的原子總塊 是吧 周衛型是起自骨外門 一個是骨內門 一個是骨外門 是吧 環繞著骨幹 向外周生長 也可以直接侵犯到骨皮子 和骨髓腔 也可以表 也就是說向外生長 侵犯到原子周圍 向內 就侵犯到了骨幹 和骨髓腔 那麼一部分腫瘤 大家記住這個 纖維肉瘤呢 可以激發於叫 畸形性骨炎 或者是骨纖維異常增生症 以及一些慢性炎症性的病變 慢性炎症性變變 慢性骨質炎 長期吃了以後 它到後面可以 演變為 惡性腫瘤 畸形性骨炎 大家記住一個 我們不會講 因為這個病少見 它也可以 到了後期 可以轉化成惡性腫瘤 還有一種叫骨顯微異常增生症 這個病人 所以這個病人 當起源是惡性 去良性變變 但是時間長了 慢慢慢慢的 它也有可能會轉化 成為惡性腫瘤 好 影像學表現上來 因為我覺得 我們把精力放在前面之後 把它慢慢慢慢熟悉了 它的組織結構以後 你再去理解它的影像學表現 就好很多 你看 首先是一個什麼 熔骨性的一個破壞區 因為它是一個 顯微組織起源的破壞區 早期可以成什麼 腮孔樣的改變 腮孔樣的改變 但多數表現為大塊狀的熔骨性的破壞 大塊狀的 因為我們往往臨床上看到的病人 都是一種大塊狀的熔骨性骨壞 那麼這個就邊界不清 無論不清 這是惡性腫瘤 因為它是侵蝕性的很明顯 是吧 形態不規則 這一點我想大家的意思說 主要是惡性腫瘤的 多數都有這些症相 是吧 周圍沒有增生硬化和骨末新生骨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求 沒有增生硬化和骨末新生骨 因為我們說 其實骨腫瘤 包括骨肉瘤 軟骨肉瘤 多少都會有什麼 一些增生硬化和骨化成分在那邊 而且骨末反應很常見 是吧 而這個鮮味肉瘤沒有 大家記住看 鮮味肉瘤沒有 是吧 周圍原質總塊很明顯 是吧 好 這句話大家也要記住 總塊內不伴有鈣化或骨化 總塊內不伴有鈣化或骨化 因為我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呢 我剛開始在第一次講 不是講到那個骨腫瘤的腫瘤裡的其中也 是我們一定要注意關注 腫瘤內部的一個結構 如果說是骨 成骨起源的或成軟骨起源的腫瘤 它裡邊怎麼樣啊 我們一定能夠找到它的骨化和鈣化成分在裡邊 是不是 也就是說我們一旦找到骨化和鈣化成分 我們就往這個方面去考了 一旦我們在這個腫瘤裡頭 找不到骨化和鈣化成分裡邊 那麼我們的整個思路上 我們可能就要往什麼上講呢 非成骨或非成軟骨形腫瘤 其中可能就有什麼 鮮味肉瘤 是吧 鮮味肉瘤 除此之外我上唐課還給大家講過一個什麼 也是沒有骨化和鈣化的 江西泡流啊 是吧 骨骑西泡流啊 這個裡邊就沒有 是吧 所以大家要注意它之間還是 這些特徵很重要 因為以後我們看大量的病例的時候 隨著等你們將來到臨床實習業 或者是工作以後 這種情況 是肯定是經常會遇得到的 那麼在病例討論 你說我診斷它是消耀藥流化成分 你為什麼 你說它裡頭 我一點都看不到鈣化和古化成分在裡面 好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反复強調 好 那麼這個大家看 病章在哪 在這兒 非常的不清楚 形態也不規則 是吧 看到是吧 形態不規則 一個低密度透光區 固域缺失 邊界沒有硬化邊 是吧 沒有硬化邊 你看這個是在這裡 看了嗎 這樣 邊界很 邊界很不清楚 形態也很不規則 是吧 裡面看不到什麼 硬化邊 那骨皮質可以成了一件碰到 有一部分骨皮質已經被破壞了 又破壞了 是吧 這邊已經發生了一個病例性骨折 那麼這個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嗎 肥股的下端 這個上面也是也是 也是 是吧 這個跟我們剛才看到的 有一個病媒的表現是什麽 骨化性纖維柳 是吧 骨化性纖維柳 是吧 好 你看 七七一掃描 我們看病道怎麼樣 一個明顯的就是一個什麽 破壞區 是吧 骨子破壞 是吧 它破壞區裡邊能不能看到什麽 骨化和鈣化成分的 所以我們說講到骨腫瘤裡邊 和骨子病變的話 這個點很重要 是吧 那有人可能會說這個 這個它是什麽 它是破壞以後殘留到骨皮質 而不是什麽 腫瘤組織本身產生的骨組織和鈣化組織 這點有的時候要注意一點 就是我們以後你們分析病例的事 那麽有些你像這種 它腫瘤破壞了以後呢 它殘留一部分什麽 原來的骨組織裡的骨皮質 是吧 所以你不要把它當 你說老師說了 那你看它這個高密度是什麽東西 你非要跟我倆交這個字 那我說 那我就跟你說 它是破壞以後殘留的骨組織 原來的組織 而不是說 是吧 腫瘤本身或者是腫瘤又厚又生 就產生的骨組織和骨羊組織 是吧 所以這兩個之間是有區別的 有區別的 所以這個 蕭微肉瘤 蕭微肉瘤的話 你看 整個呢 缺乏特性 所以臨床上來講 真正想 整個蕭微肉瘤的話 影像學長呢 還是有一點難度 一個它的發病率少 一個 另外在影像學長呢 確實是確實的 尤其是我們在臨床 由於你臨床上 很多大量的病例 給你一來到 比方說轉移流 轉移流它也可以 是吧 年齡上的特點 是吧 總的就是區別 但是我給大家講 強調那幾個特徵 你看 它有別於其他的那個什麽 骨腫瘤啊 骨肉瘤啊 或者軟骨肉瘤啊 是吧 還有甚至其他的一些什麽 腫瘤啊 但是在鑑別戰略上要注意 是吧 要注意 是吧 那麽怎麽注意呢 就是我剛才給大家強調的幾點 一個它的注意是什麽 發病的部位 發病的年齡 內部的結構 內部的結構 你看 肉瘤是肉瘤 肉瘤 肉瘤是什麽 它也發生在骨幹 我剛才給大家介紹那個什麽 它也是發生在骨幹上 是吧 那麽肉瘤是肉瘤呢 它可以有骨膜反應 如果沒有 而且它年齡上什麽 更輕一些 是吧 年齡這個呢 年齡上說偏大一點 是吧 好 淋巴瘤 淋巴瘤以為我們沒有給大家太多多的介紹 淋巴瘤它可以什麽 任何骨的任何部位都可以生長 它裏面也很少有改化和骨化 是吧 沒有 沒有這個骨化 所以跟它 跟這個骨肉瘤呢 有的時候 不太好間別 不太好間別 是吧 還有 就是轉移瘤 轉移瘤 因為我們說到這個 除了這個骨肉瘤以外 它裏頭可以產生骨化和鈣化 那麼像其他這些的話 都不太產生骨化和鈣化 所以重點要跟 不產生骨化和鈣化的一些 惡性阻瘤注意間別 尤其是在年齡大的時候 要注意跟轉移瘤間別 轉移瘤間別 有的時候也很難的 尤其是發生在其他部位上 發生在其他部位上 所以這個鮮尤肉瘤的話呢 在臨場上診断 確實是有一點難度 我給大家提示一下 是吧 好 那麼第六個就給大家介紹 轉移性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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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移瘤我想大家應該來講 並不陌生 因為各個系統裡頭我想 大家都轉移 肺裡頭起碼都講過 是吧 肝臟也轉過 神經系統也講過 這都是轉移瘤的好怕部位 是吧 其中骨頭是轉移瘤的一個 也是常見的一個好怕部位 那我們不多說了 是吧 在全身轉移瘤中呢 位於第三位 僅次於肺腸和肝腸 也就是說最一轉移肺 第二轉移肝 第三就轉移到骨頭上去了 轉移途徑 直接侵犯 血性轉移 都一樣的 我就不多說 多接一中老年人 這個也沒什麼說的 全身骨頭 中種骨位最常見的轉移部位 是吧 為什麼呢 其實一說起轉移流 大家首先應該想到什麼 多半是什麼 要麼就是血型 隨著血型過來的 那既然隨著血型 過來過來的話呢 大家也想到什麼 血越循環 越豐富的部位 越容易什麼呀 腫瘤 越容易到達的地方嘛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肝臟 肝臟的轉移流 為什麼肝臟 我們消化系統 或者什麼 首先要什麼 是吧 記錄到肝臟 通過門禁板 記錄到肝臟裡邊 也要通過肝臟來處理 就轉化以後 再進入 是吧 所以它相當於一個 中轉戰式的 中轉戰式 所以它是一樣的 那麼說建議這樣的話呢 那麼轉移流 股臟的轉移流 它容易耗化到什麼位置呢 你看 紅骨髓豐富的部位 是吧 這也是它的一個 耗化部位 是吧 耗化部位 你看都是一些什麼 脊柱啊 松植骨啊 紅骨髓比較豐富的地方 內骨啊這些等等 是吧 所以大家這個 轉移流 還有一種其實 途徑就是什麼呢 其實有沒有 還有一種途徑 那個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淋巴道的轉移 對的吧 所以有些部位的話 你可能有時候 分析起來好像 覺得用血液動力學上來 解釋不了的情況下 你要注意大家一定想的 還有一種叫淋巴道的轉移 淋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轉移的一個途徑 是吧 這樣有些什麼 癌性淋巴管炎 這個可能說多了 好 它症狀這些 我想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這個跟其他的地方的 轉移流 惡性症狀都一樣的 那麼發生在骨頭上 轉移的話呢 疼痛 如果是產生病理性骨折 如果反而轉移到肌柱上 怎麼呢 壓巴道椎體 引起神經系統的症狀 所以很多人都是以為 要麽就有疼痛 而他的疼痛的特徵是什麼 什麼痛 特徵 夜間痛 夜間痛 這是他的一個特徵 還有一個就是 很多病人 腰椎不舒服 不痛不好 不過頸椎要腰椎 當時就以為什麼 頸椎病 腰椎肩膜突出 腰肌老鼠 這等等等等來看病的 有的人甚至還幹啥呢 去推拿按摩 倒霉的人就是怎麼樣 被按摩一按下去了 手下就塌了 病人癱瘓了 完了 這個醫生倒霉了 你把病人給按摊了 實際上不是什麼 是他本身就有腫瘤之後 那個什麼的 所以這個 我們在離床上很常見一個 包括我們本院的一個 醫生的父親 就是脖子不舒服 然後還找到我們 一科的一個人給他看 做個CT一掃描 一拍個片 頸椎病 沒等完了就去做理療 又按摩 還折騰了很長時間 其實什麼 我們說 我以前 假如說你要是少 藥椎和頸椎的話 如果懷疑頸椎病 和椎間盤突出 我們一般CT掃描的時候怎麼樣 只少椎間隙 是吧 因為椎間盤 好 你少椎間隙 沒有少到椎體 也沒有少到腹部件 你一看椎間盤 尤其是現在老男人 先包括我自己 椎間盤突出 我兩件椎間盤都突出 一看 有椎間盤突出 按那個什麼 椎間盤突出 處理了 實際上你的主意 你要是再稍微注意一點 它的骨頭的破壞 軟質腫塊 這些等等 就能發現 其實那個病人回過頭來 我們再一看 已經有一點點的骨子 破壞性改變 但是因為沒有注意 忽略掉了 假如說你注意到了 骨子破壞以後 你再擴大掃描範圍 尤其是我們在CT 現在都是容積採集 你在工作站上做後 後處理一次後 進行使裝外觀 一看 非常清楚 這樣轉斷就好 所以有的時候 你們在考慮那些 比方椎間盤突出 病人看的同時 一定要小心一點 就把周圍的結構 一定要都看一看 所以為什麼我反复強調 就是我們看片子的時候 不要總盯著那個地方看 有問題的盯著看 你先把外周 其他地方都看清楚 確保沒事以後 你再看這個 所以這個都是 還是有幫助的 因為那個病人 為什麼我今天搶到這個 他就是實際上 他後來就發現什麼 他是個胰腺癌 胰腺癌 大家都知道轉移很快 他是胰腺癌 已經發生了頸椎轉移 等最後他什麼 再去做其他檢查 一看 哇 壞了 滿肝臀都是一種轉移招 是吧 滿肝臀就很快 胰腺癌大家都想到 可想而知 所以就是說這個 幾十一壓迫症狀 和頸椎病 腰肌前面突出動化 所以現在一般 有經驗的醫生 大家像理療科 抗乳科醫生 我們經常跟他在一起 你先去做眼線去檢查 眼線去檢查 排除了其他問題以後 我再給你做治療 如果沒有派 你整整治性之間 他輕易 一般人來講輕易不問 除非那種 街邊那種 或者外邊那種 非正規那種小診所 是吧 所以要小心 這種病人我們看的太多了 是吧 好 實驗室檢查也是沒有什麼 一般的骨質破壞 都會造成那個什麼 碱性磷酸酶啊 這些身高等等 是吧 如果有一些相應的癌性標誌物 身高 那就更小些一點了 是吧 這個沒什麼特殊性 是吧 好 那麼它的影像性表現的話呢 比較複雜 為什麼比較複雜呢 它首先就是說 一種叫熔五行的轉移 熔五行轉移 那顧名思義了 它就是什麼 以骨子破壞為主的 是吧 可以破壞到松竹骨 一般都是以松竹骨為主的 是吧 也可以 骨皮子 也可以 是吧 同時成為一種熔五行的破壞 在表現 顧名思義 是吧 那麼它的破壞呢 一般都是從蟲石狀的 大片狀的 骨子缺水 就是骨子缺水 形態不規則 邊界不清楚 沒有硬化邊 這是轉移流的特征 是吧 轉移流的特征 沒有骨門形生骨 也有別於其他的研發經的那個骨腫瘤 常常合併 病理性骨折 病骨周圍呢 可以看到明顯的原子肢肿塊 這個是它的一個特征 是吧 總的來說就是骨子破壞為主的 但是又有別於其他我們所介紹的一些骨腫瘤 是吧 好 那麼它可以發生在四肢長骨 也可以發生在肌柱 也可以發生在扁平骨 骨盆啊 骨骨啊這些都可以 可以 所以這些 是吧 那麼發生在四肢長骨呢 以肝後端為主 是吧 以肝後端為主 骨幹也可以 骨幹也可以 但是還是更多的建議在肝後端 是吧 那麼記住呢 你看 發生在椎體的 大家記住 都要累積什麼 椎體的後半部和腹腱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說 椎體的壓縮性骨椎 椎體的病變 間別針對上來講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假如說這個病變只侵犯到肌柱的前半部分 一般我們多半按什麼 良性病變去考慮 假如說你注意看了 這個病變是侵犯到椎體的後半部 尤其是半有腹腱的破壞了 比較小心一點了 所以這個是在臨場上診斷 鑑邊診斷上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參考的一個條件 是吧 所以這個給大家介紹一下 是吧 椎體的破壞 但是椎間隙好了 這個有別於什麼 椎體的結合和椎間隙的感染性病變 因為感染性病變在造成椎體破壞的同時 往往引起椎間隙的改變 這個不是 扁平骨 它一樣的 好 那麼這個是叫成骨性的 叫融骨性的破壞 叫融骨性的轉移流 多半說是融骨性轉移流 一般我們所常常看到的 那個什麼小花道的病鞭啦 肺癌啊 這些都是融骨性的 是吧 還有就是說 少見的一種情況叫成骨性的轉移 這種轉移的話呢 在臨場上來講 有一定的誘惑性 為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下 相對來說比較少見 常常是多發 表現呢 是松株骨內呢 斑片狀的 結結狀的 團絮狀的 遺藏的 高密度因 密度增高 密度增高的話 我們以後會再講一種石骨症啊 跟那個很像 是吧 它的密度呢 往往相對來講還是比較均勻 病狀的邊界不清楚 逐漸移行於正常的骨的結構當中 有的時候你可能就以為是正常的骨 密度增高呢 增生硬化 是吧 好 這個主要的改變 大家注意在這了 受累積的骨骨呢 多數怎麼樣 它的輪廓沒什麼改變 因為我們大家注意第一點就是什麼 骨的輪廓形態結構嘛 是吧 它的輪廓形態 沒什麼變化 把它追跌轉移 就是個密度增高 古小梁的墨消失 所以這個時候你注意看這個 它的外形基本上 為什麼說它的有一定的迷惑性呢 所以這個就是有一點 你看 骨皮子可以完整 周圍沒有軟質整塊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它有一定的誘惑性 容易漏掉 容易漏掉 累積椎體的時候沒有椎體的壓縮變形 因為它以增生硬化為主 不像那種融骨性 是吧 所以這種沉骨性的轉移的時候 要在 比方說前列腺癌啊 乳腺癌啊 鼻炎癌啊 這些有的時候少見的腫瘤 是吧 容易引起這個是沉骨性轉移 大家注意一下 那麼還有混合性的那就更不用說了 是吧 當然就是既有成骨又有融骨性 是吧 好 那麼磁瘤的影像性表現來講 並不難 我們就把它前面看看 如果說一旦發現了之後 它的骨頭破壞非常明顯 骨頭破壞明顯 遺伤的信號啊 這些是吧 有一種給大家介紹就是全身迷散成像 就是DWI 這個大家聽說過吧 這個對發現腫瘤的全身性的轉移照效果很好 它可以類似於那種類派 有人說的叫類派的技術 好 你看到大家這個轉移流 如果說大家不注意的話 它的骨頭形態怎麼樣 好的 是吧 但是密度高了 在密度高的同時我還注意 就是我們密度高的是正常的增生硬化 還是什麼 像它這種密度高的同時怎麼樣 骨小梁的結構看不到了 我說我反复強調 我們在觀察松植骨的時候 一定每一個部位要注意它的什麼 骨小梁的結構和分布的特征 像這種病人的話呢 他往往就是什麼 骨小梁結構你看不到 看不到它的骨小梁結構 是吧 好 你看這種就是說 是吧 裡邊很多就是什麼 團塊上的高密度 看到嗎 這種團塊上的高密度一樣 是吧 一團一團的 是吧 這種就是一種沉骨性的轉移 沉骨性 密度是高的 像這種就是典型的一種叫 錐體的轉移流 所以為什麼我大家看 你看這些人肝臟也要轉移了 為什麼我說 侵犯以錐體的後半部分 和包括附件為主的侵犯 像這種情況下的侵犯 大家怎麼樣 一定要格外小心 你看錐體的前面是好的 以錐體的後半部分侵犯 和包括錐體的附件侵犯為主的 大塊讓熔骨肉破壞 你看 肝臟也破壞了 椎體的破壞了 椎板也破壞了 椎骨破壞了 所以這種破壞 椎體的破壞 是吧 明顯的破壞 自己就是一種典型的 椎體轉移的特征 你看到這種 不要說毫無疑問了 至少它是個惡性腫瘤 惡性腫瘤 你看這些人同時還有肝臟的轉移 還有肝臟轉移 像這種大塊讓熔骨心破壞 你看 整個骨頭都吃掉了 整個骨頭都吃掉了 染住整塊也很明顯 平面上看的就是恰骨這個 因為恰骨也是一個 腫瘤的耗滑部位 尤其是在髋關節的周圍 這些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就要注意看 多發性的轉移 椎體你看多個椎體 有這個部分 但是椎間性是好的 看到沒有 它不破壞椎間性 是不會 所以這次才是轉移流的一個特點 是吧 椎體的破壞同時 椎間系統是好的 是吧 所以轉移流的話呢 這個一個病是很重要 是吧 但是很多情況下 它沒有轉移流病 沒有淹化病死的 我們這裡也看 並不是說沒有 沒有腫瘤病死的病人 你就不按腫瘤 轉移流上考慮 是吧 好 影像特長就是多發 多骨多部位的 多部位的 你都看到這樣 那麼見面診断的情況 然後內性骨污質疏鬆 引起的壓縮性骨折 椎體也可以出現多個 也是多個的 也是多個的 椎間系也沒有改變 所以你要小心 但這種情況下 我會說 壓縮性骨折往往是什麼呢 以椎體的前面變形為主 椎公根和復健基本上什麼 沒什麼改變 這一點 我是為什麼我說 轉移流往往 以侵犯後半部為主的 是吧 多發性骨髓流 也可以多發 在老年人 或者在肌肉上也可以常見 在其他當中也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 多發性骨髓流 跟轉移流 有的時候見面上 有一定的困難 是吧 要結合病死啊 比如本周蛋白啊 這些等等 是吧 還有 蛋白症的時候轉移流的時候 見面上比較困難 也就提犯到一個 尤其是在原發病死 不明顯的情況下 就那麼一個骨頭破壞 你能不能考慮它 就是個轉移流呢 那就 原發的腫瘤 你要注意排除 是吧 鮮胃肉流啊這些 是吧 你要注意排除 其他的病面你要排除 所以這個難度很大 但是呢 就是一般我們這種情況 就是排除性的 比方說如果我考慮它是原發 原發骨肉流 原發是肉溫式肉流 還是原發是鹹肉流 還是什麼的 如果其他都排除的情況下 結合年齡啊 比較大啊 哎呀那考慮啊 會不會是個轉移流 再問問病死啊 再談談談談 其他不會啊 是做一下 是吧 這種單發的時候 轉移流有的時候很多也是單發 臨場上碰到的病理 好 OK 好休息一下